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这些东西 这interaction的强和弱或者它的mechanism 影响到一些drug 比如说它真正的invapor水平或者invapor水平的action 所以 然后主要focus的比如说nizazone endosone 因为大概都知道可能analysize materials tack into一些cell的时候 基本上是通过一个nizazone pathway 所以去deliverdrug的话就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deliver之后你的drug怎么办 因为你的nizazone pathway 它还有可能面临着它能不能punetrate cell nizazone membrane 的问题 现在的很多的chemical therapy 所谓chemical therapy就是用toxid drop 去kill the cancer cell 所以如果你的toxid drop 不能有效的从endolitis上里面出来 它还是有可能会被 比如说它比较脑的pHG 比较丰富的一些enzyme 就把它降临掉 这样的话它就会失去它原本 你想让它实现的功能 这是要面临的问题 所以就是有一些研究工作 他们就focus 比如说它的nizazone 或者是它有一些counterly 它可以open nizazone membrane 或者是让它更好 drug release之后更好地diffuse 从nizazone里面或者underzone里面去到它 比如说它给 因为很多drug 比如它给DNA 它给DNA complex 这类的 所以这就会引入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你要open the nizazone membrane 那技术层面上是一个问题 再说就是你open 之后的 后续的过程 因为你们可能做医学背景都很了解 所以lizazone lizazone如果你open 它会release很多 比如说一些nizazone 然后还有它比较的load cache的一些contents 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它重新active一些 popytosis password 或者是active一些nacrosis password 然后就有一些argument 就是它一个balance 比如说你到底要不要open 这个lizazone 让drug慢慢的diffuse 你也要损失它的活性 或者是你open上用drug快的diffuse 可是你会面临这个非常不理确的这个 这个后果 比如说你的nacrosis甚至会超过你drug 它会遇到popytosis效果 这样它会cover着这个效果 然后 比如说 大概五年前如果我们做drug candidates 一个drug如果它只是引起nacrosis 不是通过popytosis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drug 因为nacrosis 你们都知道这个生物 如果一个cell 它是坏死的过程 因为它reliation和contents 它contents甚至会 就是一种influensum 这样的东西的形成 其实在大部分做这个研究的人 都认为influensum的形成 在cansum cell cansum的这种治疗过程中 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好 当然也有 最近几年又有人认为 其实这是一个双人件 就是到底我们的influensum 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lisan membrane open 就是disruption 刚才lisan 刚才influensum的形成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直接 或者是interactive的关系 其实都在研究过程中 然后 所以 所以我的focus就是 因为我是来自全的chemistry lab 因为我老板叫夏淹在画语系 他是做polymer 然后就是金属催化成的lisan country 所以 所以他没有 就是说 相当是我 我没有方向 所以我就 我就有无限的方向 所以 因为我感性的东西 比如说这一块 然后我就想了就是 希望能跟大家交流一下 然后 也听听不同的意见 然后至于说 我可以做很多的lisan materials 或者是biconducts都可以 organic sensor这样的都没问题 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师弟团队 对 他们都是很好的有机化学家 可以这样讲 所以 这是我开场的介绍 大概就这样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下一节制 我们就是 这个 挺有 drill 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